大家好 我是Caitli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不知道為什麼這句話變了我的口頭閃 因為真的很難拍片和很難剪片 這些我不多說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不是購物分享 而是做一個很久沒接觸過的地方 就是韓劇 近日韓國傳出會拍《想見你》的這部劇集 而近日公佈了一些主角的人選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下這些人選 和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韓版《想見你》主演 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看下去 記得在2019年的時候 這部台劇《想見你》 其實蜂窩了整個亞洲 重載區包括有台灣、香港和韓國 或者有些人都沒有看過這部台劇 就讓我簡單介紹一下這部台劇說什麼 如果看過的朋友可以先 skip到以下的時間 簡單介紹想見你的這部劇集 它是2019年的台劇 我會用這個《穿越懸疑》去應用 這部電視劇是由柯佳宴去觀看 和詩柏宇所主演 故事就講述女主角黃月圈 失去了她的男友王全聖之後 因為思念導致幾年都未走出來 直至有一次她找到家裡的一個套裝帶 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時空穿越到一個女生叫陳韻瑜的身體上 而黃月圈和陳韻瑜的樣子 長得一模一樣 除了她去到陳韻瑜的身體 發現她有個男同學 李子惠和她的男朋友 長得一模一樣之外 也認識了陳韻瑜的另一個朋友 叫莫俊傑 在這麼多迷糰和時空交錯的情況下 她們嘗試改變過去和未來的命運 好 簡單跟大家介紹那部劇 我當時也是經朋友推展才看的 因為我始終對台劇的興趣 都不是非常厲害 所以聽到這部劇非常好看 所以我才決心按進去看 而看了之後 都真的覺得是近年難得的一套好的台劇 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原版 說回來 今天其實想跟大家詳細說的 就是這個韓版想見你的選角 韓國版的想見你會改Message來到我身邊 當時有消息翻拍的時候 其實你也看到各大媒體 很多傳媒都在揣測 究竟誰會做這個韓版想見你的主角呢 近日韓國那邊也傳出有幾位演員 都有機會參演到這部劇集 今天就來跟大家揭挑一下 如果大家也有點思心癖的話 也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都很好奇大家心裡的正確人選在哪一位 男主角就盛傳由浪漫醫生金師傅二 和紅天璣裡面的男主角安口瑟所主演 女主角就是有望傳出 由黑道律師民心座裡面的女主角 申如斌去做的 兩位都是近年備受注視的韓國演員 同時也獲得過不同的獎項和提名 所以其實他們的實力也有差不多 另外男二號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他非常中我心碎 他就選了近日非常紅的一個演員 他就叫姜芬 我自己覺得他在衣袖紅雙邊裡的表演 都是非常出色的 暫時公佈了主角三人幫的人選 雖然唯有消息傳出這三個演員出現 但到目前還沒有確定的資訊 選角的消息傳出 無論是韓國網站還是台灣還是香港 都有極多人討論 但評價偏兩極 有些人會覺得主角兩位的演技實力 都差一點點 他們就覺得可能未必應付到這麼複雜的角色 所以都會有點擔心 而另外除了他們可否處理角色之外 也不少人認為男女主角的CP感都是欠奉 這一點我也同意 看上去兩個人都真的頗不夾 我很好奇如果最後這兩個人出現的話 會不會有火花 正正是因為男女主角的選角 超乎了大家的預期 令到大家對於男二號角色的期待感 好像降低了 但過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宣布了男女主角的消息之後 男二號的消息一傳出之後 反而有很多人覺得選得好 選得好 這個男二號就是姜芬 剛才說過 他在衣袖紅雙邊 飾演了一個紅得露的角色 他裡面的角色也是斯文得利 感覺有少少奸詐的感覺 也是比較適合木俊傑的角色的特質 很多網民看完這個選角的消息之後 都紛紛賺這個角色真的選得好 因為真的很符合莫俊傑的形象 我個人都覺得這個選角選得非常好 我也很希望他之後真的會做這個角色 我也很期待 跟大家說完韓網的消息之後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三位演員 可以勝任到想見你的三人幫的角色 記得留言跟我說 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見你的私心癖是哪幾位演員 分享一下黃雨萱和陳穎玉的角色 我自己其實覺得 曾衛善真的是不宜人選 因為無論是演技、銳貌、實力 都是非常符合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在韓國的演藝圈 唯一可以勝任這個角色的人 只有他一個 我之前也拍過一段影片 去介紹他的作品 沒看過的朋友 也可以按資訊欄去看看 我覺得三位線是一個演技發展得 比較成熟的一位演員 他之前也有拍過一些高中生的角色 無論他的出道作《學校2013》 還是之後的《雖然30》 但《17》 他飾演了一個17歲高中生的靈魂 我覺得也是演繹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在看過往的經歷來說 只有他一個是做到的 另外加上這套劇 其實比較多女主角內心刻滑的場面 我覺得《新衛線》最出名的是哭的戲 是令人可以非常入氣和動容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來演最能夠帶動觀眾的情緒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最後的女主角在《新衛線》 雖然《小色》一出 基本上都八九成 不是他 所以有一點可惜的 男主角方面的角色 我覺得真的要找一個少年感比較重的演員 但同時也需要具備相當實力 男主角方面 因為少年的戲份會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選一位有少年感的演員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有大家經常提及的那位霍書俊 我覺得男主角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李宗石 雖然李宗石不是我最喜歡的韓國男演員 但是我覺得他那種氣質 和想見你的這套劇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李宗石其實 怎麼說 他的樣子也是偏年少少少 穿起校服仍然是騙到人的 另外我覺得很多韓國男演員都很喜歡健身 看到鬼那麼大隻 就會失去了少年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李宗石是之前做過的戲露裡面 他也飾演過一些學生的角色 也和三位線合作過 我覺得他的戲都真的非常之不錯 他演的大部分劇集 我只看過一兩套 但是我覺得他的情緒 或者是帶觀眾入戲的程度都非常之好 這個角色真的很適合他 另外除了李宗石之外 我覺得姜河娜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姜河娜其實 演技也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他拿過最優秀男子的獎 他也和森惠線是一個高中同學的關係 其實我是私心想看看這兩個人一起拍劇 有什麼法學再用可以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也很期待有這兩個其中一個演員出現 最後莫俊傑的角色 當一公佈了姜昏之後 我就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有哪個演員 比他這麼適合做莫俊傑 我真的想不到 還沒公佈這個人選之前 其實我開頭是有想過這個蔡宗協的 但是似乎他就缺少了一個陰森的氣質在裡面 還有演技也是 比起姜昏都好像是差一點點的 所以我就覺得姜昏這個選角真的非常之適合他 希望他可以接演到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想見你選角 不知道大家對於我內心的選角有什麼評價呢 歡迎在下面和我討論一下 我也很喜歡和大家一起討論韓劇 也很喜歡看大家不同的韓劇時候的觀點 希望韓版的想見你快點和大家見面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喜歡看我這些韓劇的 怎麼說呢? MurrMurr片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我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頻道 開啟鈴鈴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戛高院 Facebook 上 Jan яли Kanal